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谷论今 我是老潘 比特币这两天涨得不错 从这个16000多一下子冲到了19000多 这个一开年 加密货币是提前的开始过年 大家要关注一下比特币的最近的走势 它正在挑战200日均线 200日均线现在就是处在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蓝线这条线 如果比特币能够冲破200日均线 并且回调并站稳19500左右的位置的话 很有可能会开启一波比较小的牛市 大牛市的话呢 可能仍然要等到它的减半之后 但是小牛市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它现在的走势有点类似这个 2019年初的时候那个走势 就是当时在这个地方 它当时的200日均线呢 在这儿 这条蓝线 然后当时比特币是直接从4100 一下子冲到了5300 然后就开始呼呼的往上冲 一下子冲到了这个14000左右 所以现在呢 就是非常类似的状况 看比特币能否冲过去 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的RSI 日线上的RSI 已经是冲到了80以上 一般来说 比特币的RSI冲到80以上 并且是在熊市当中出现的话 那就有可能是一个短中期的一个较大的一个上涨趋势的开端 一般来说会有两到三浪 那就是先冲上去 然后回调 再冲上去 再回调 再冲上去 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认为非常的大 所以在下面的几天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比特币能否站稳这个19500左右 那么估计周末的时候 它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冲过去 即使周末的时候呢 即使它冲过去了 也有可能会先回调 因为如果现在马上冲过去的话 下周二CMEFuture开盘的时候 就会出来一个很大的缺口 所以我认为呢 在周末的时候 也许比特币会克制一点 就在这个地方震荡 短期的震荡 甚至可能会回调到 19,000附近 然后再继续上冲 在下个星期继续上冲 CMEFuture好像现在还没有 我看收盘了没有 还没有收盘 很快就要收盘了 还有38分钟就要收盘 现在CMEFuture是在19500多 比特币有可能冲到一万 在周末的时候最多就大概冲到CMEFuture的收盘价 然后呢 就会有一小波回调 直接冲过去的话 就会在下个周开始时候出来一些不稳定的状况 那么随着比特币的上涨 所有的山寨币都在进行回应 大部分的我在会员群里面挑的 这个山寨币都在呼呼的往上涨 像这个Atom之前 我让大家在我们会员买入的时候呢 就是在10块多到9块多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上涨20% 还有这个Aptos Aptos是大涨 当时我们买入的时候大概是4块多 现在是涨了50% 仍然有可能继续往上涨 他跟BTC一样 RSI是突破了80 很有可能在这震荡一段时间以后 还能够再继续往上涨 还有以太也在呼呼的往上涨 反正现在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那么如果你要问现在是否还能够追 我个人认为呢 想追并不是不可以 但是不是现在追 最好是要等待一波回调以后 然后再往里进 才比较安全 否则的话 现在追进去 很有可能要先把你套个一段时间 套多长时间不清楚 反正是会套一段时间 好 那现在呢 其他山寨币 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像DOT生态系统还没有开始涨起来 应该说刚开始涨 DOT从4块多涨到5块多 刚开始涨 它仍然处在这个 下行的这个 这个气子里面 那个下行的三角里面 一旦呢 突破这条下行的压力线 很快DOT也会暴涨 大家做好这个准备 NSOL 都已经重新接近 它之前这个19美元 这个压力位 Solana由于唱空的人比较多 所以手上拿筹码的人也不多 所以庄家要拉起盘 也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Solana如果比特币能够出来一个小牛市的话 Solana也有可能重新回到40美元 甚至到60美元的价格 那个时候是他们的基金会抛售积累资金的比较好的时机 ADA也是类似 ADA它是突破了一条比较短期的线 是这一条线 这个地方突破了 然后现在即将冲击它的这一条线 所以这些山寨币估计在这个小牛市里面都能够往上涨个三四倍 那其他的山寨币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看着自己的兴趣去加仓 最好是等待这个比特币周末的回调 然后去加仓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迟到的圣诞拉力 但是由于它已经是不是圣诞节的期间 现在进入新年的期间 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新年的拉力 新年的拉力就是比特币就是要过年了 那么S&P500今天也是 它虽然没有收在4000点以上 那心理关口 但是呢 我看一下这个 S&P500应该是收在了3990多 我这个是收盘价 它也是一直在运行的 所以可能看不太出来 哎不对 我这个好像是 这个是收在了3999.08 S&P500 它在日线上 这是日线 是重新回到了200日均线的上方 所以现在S&P500 有可能会完成它的头肩底 头肩底 这个之前我给大家画过的 它现在回到200日均线的上方 然后它的头肩顶 头肩底 正在实现当中 这条线下行线就是它的颈线 突破颈线之后 它的目标价 如果是这么个画法的话 S&P500的目标价是要去到4600点 这已经跟它的autom high非常接近了 它也许到不了那么高 但是呢 去到4200到4400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些股票很有可能要往上再拉一波 纳斯达克在周线上 正在慢慢的朝它的200周均线进发 所以科技股 由于上一年的超级超卖 现在你买入科技股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我买入了亚马逊跟特斯拉 也许不知道现在特斯拉到底有没有到底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现在这个价格实际上也不错 所以我买入了一些特斯拉 但是我是在110块左右买入的 纳斯达克牛 如果在两大指数都冲入了牛市 是道琼斯是早早的进入了牛市 现在S&P500也开始朝牛市的方向进军 刚才说着说着比特币就冲过了 一万九千八百 这个还挺快 直接就冲破了这个200周的均线 200日均线 但是这冲的太快了一点 它的这个比这个CME的要跑得快 CME现在有个delay 它也还有30分钟收盘 我们要看等下CME会冲到什么地方去 当它收盘的时候 现在我们先回来看这个S&P500 那刚才说过S&P500已经说过了 这个道琼斯是早就进入了这个牛市的范畴 它早就在200日均线的上方 虽然还没有形成金叉 但还没有形成金叉 这个蓝色这条线是200日均线 红色这条是50日均线 一旦形成金叉 就是牛市的这个标志 就是两个标准 那么现在它是道琼斯进去了 进到牛市的范畴 S&P500也在刚通过这个200日均线 现在就差这个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离200日均线还差一点 你看200日均线跟200周均线 似乎重合了 我看一下这个200周均线 基本上重合都是在11300到500左右 它的这个纳斯达克的底背离 也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价格在往下掉 RSI在往上涨 所以科技股在未来的两三个月 很有可能要往上大涨一波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我买入的几个股票 然后其他的股票是Amazon Meta 还有特斯拉 Roblox我也买了一些 Roblox之前头肩底没有完成 但是现在似乎是要完成一个双底形态 有可能会往上大涨一波 反正我买入了这几个股票 然后其他的股票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苹果就看能否顺利的冲回到它这个颈线上方并站稳 它如果能够站稳的话 对于大盘也是非常好 有非常好的好处 好 那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么多 我们看待会大家关注下30分钟以后 CMEFuture是否会收在这个19700多 好 祝大家在这个周末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对我们这个谈古论金会员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先加入我们的谈古论金电报群 然后来找老朋友可以把它拉到里面去 好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